而首先我们先来关心 以选情来讲的话 从台北市开始出发 最近大家讨论说 是不是都在关注 不管是北有暖南阿中 这当然是他想要塑造的形象 那桃园则是有那个 深陷双门跑车忧虑的 甲吉林志坚 但是呢 拨开这一些您看到的形象以外 大家还是谈谈真正的政见吧 有没有人政见真的有谈到痛处 或甚至你开出来的支票 到底能不能兑现呢 我们要讲的是谁 我们要讲的是喊出来说 已经八年没有盖 任何一条捷运线的城市中了 他对于这些台北市的 这些过去的八年政绩 他感到很不满 还说很心疼台北人 不过呢 他也讲到说 他希望他的任内 可以来盖新的捷运线 他说他不敢讲大话 而现行规划十年 他用八年来完成 赶两年内动工 不过这句话题 让大家看得很紧张 因为相关的公共安全 最怕就是为了赶工而赶工 如果到时候 没有确实进行审查 或是到时候在营建过程当中 有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在你八年过去了 究竟要由谁来负责任呢 我绝对没有在讲 这个新竹棒球场了 没有引设任何地方的意思 不过呢 听这句话 听在现任的市长 跟副市长耳里 可能就听不下去了 现任台北市长 柯文哲他说到了 没有真正执政过 才会讲这种话 你真的不要信口开河 最讨厌像这样的这种人 不过台北市到底是不是八年内都没有盖任何的捷运呢 黄山山其实跟大家这样解释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万大县 大家知道吗 其实现在正在盖 如果你出过万华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到 那边有一些工程是包起来的 其实在相关的行员在走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显的发现到 正在施工当中 其实原来就是在盖万大县 而至于内湖塞车严重的问题 他则是反而把这矛头指向的是马英九的任内 并没有配套 而由于在继续牵下去 那听到内科的塞车问题 跟内科的交通问题 马英九则是回应了 是不是该优化 还是该视而不见 因为他要强打的是 过去黄山山在当副市长之前 他可是一直都在当港湖地区的台北市议员 所以如果你身为港湖的这个市议员 民意代表 你更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 等你进到了市府之后 你到底有没有正视 还是你是视而不见 并没有进行相关的优化呢 那但是现在大家就想问了 陈元中的策略 到底想要走什么样的一个选战 是不是发现有其中的猫腻呢 是要边缘化谁呢 他现在看起来是要主打柯文哲 而其中让另两位参选人 包含了蒋万安 包含了黄山山 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攻击等等的 但是呢 陈元中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是因为另两位的参选人 没有讲相关的证件 这话就重新回到了陈元中身上 大家也很想听听看 陈元中前指挥官 陈元中前部长 到底对海北市提出什么样的证件 除了说没有盖捷运 除了说内活的交通需要改善 但是实质的牛肉呢 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出任何一方端出来 是不是大家都还在忙其他县市的事情 或是在忙相关的媒体营照了 不过呢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拉回来讲捷运的事情 就是因为黄珊珊也特别提到了 夸海口真的很简单 不过实际的做事却很难 如果陈元中这么有办法的话 现行规划十年 我用八年就可以完成的话 就请你去开营造厂吧 标工程是比较快的 营造厂这件事情 今天黄珊珊还特地再去多做解释 原来现在如果您刚好家中有事重新施工 或是您刚好买新房子的话 要进行装潢 你就会知道现在缺工缺料非常的严重 他也因此特别呼吁了 陈元中有办法没有问题 那就麻烦你来开营造厂 来让台北市府跟你来标工程 而至于在整体来说 刚刚讲的内湖交通 或者是做捷运 这个马前总统 马前市长 他当然也有话要说 他说他在当台北市长的任内 完工了五条的捷运 动工了七条的捷运 规划了三条捷运 就是他开出的成绩单 新竹球场缺失 揭发了工程发包的瑕疵 不仅是经费三级跳 还被爆料林志坚 在担任新竹市长的任内 偏好采用限制性招标 史评论员罗尔志就说了 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工程有猫腻 跟林志坚的论文一样 把这工程标案丢到一个网站上面 就可以知道了 要检查新竹市 这么多年来有没有把东西做好 你只要把林志坚这八年来 两百多件三百件的公共工程 全部放到这个公共工程管理系统 跑一次 你就可以发现 罗友志工程公司 可能标记中一百九十件 也没有说不能讲 比如说像这个 这是另外有一个网友投给我的 这好像叫是光明 新竹的光明二路还是哪里 我不知道 然后下面呢 下面它的一个道路上面 人行道 这叫国王的人行道 我们的你以为的人行道 是有铺红砖 你以为的人行道 是有那个草 旁边还有露树 对不对 新竹的人行道是三个字 叫人行道 请问一下这个工程这样可以过吗 我不知道耶 人行道就是三个字叫人行道 怎么样不是字吗 你懂字是吧 这个就叫人行道不行喔 我说它是人行道就是人行道 董哥这跟我们认知人行道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那是马路啊 那是马路 现在这个指路为马已经到了 这个叫人行道 这个就叫人行道 是不是 是 然后新竹人都走这个人行道 我后面还有七八章 他们拍了好多的地方 包括天穷的啦 上面的灯啦 上面是什么 新竹市民现在不高兴的是这个东西 主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然后再试试一下